Hello, 我是威威, 我是中文一分鐘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文言文的技巧 大家知道文言文的時候的技巧是透過前後句子的古字的意思 考慮的時候無論這個字是甚麼意思,要考慮詞成 我們怎樣做呢?有些同學就會知道一個方法 我之前有講過的 就是透過前後句子的關係,如果是平衡並列 意思是近而接近意思 有時是絕對相反,即是前後句同一個字的意思 剛剛沒有相反的 譬如2012年的第一屆DXC經常都用到這個技巧 2017年剛剛這一年的時候都可以 他說甚麼?水清故靈,火明故照 其實都是考慮前後句子的相近 可以推敲解釋 那好了,那你同學就問了 那怎樣判斷究竟他甚麼時候是平衡並列 甚麼時候是絕對相反呢? 我們看看例子 譬如有一條題目是負載官期至負沒官期行 我們怎知道前面的載和末字是相反的關係 其實很重要的,你看甚麼呢? 看主語,因為主語都是爸爸和爸爸 前後句如果是爸爸的話 那很多時候其實是相反的關係 他不會同意思的 大家明白我說甚麼了 我回答這句出來給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退後,加油,拜拜 拜拜